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非常傻眼的 Espot Winter イルベ会员争议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イルベ是什么东西 イルベ是拥有独自内容的极右派社群网站 以歧视韩国女性、歧视外劳、歧视韩国某些地区 批评、攻击及恶意抹黑左派人士 贬低失约后事件而闻名 除了这些也有很多非常傻眼的事情 简单的说 在韩国一般会把使用イルベ这个网站的人 当成是垃圾 不是,当成是人渣来看待 然后他们常常会在句子的结尾加上 哭罗明云总统的信诺 来嘲讽贬低罗明云总统 这样 而在11月1号 一位网友在论坛发文表示 Espot成为Winter使用了这个诺题 然后上传了Winter在粉丝论坛与粉丝的对话截图 哇,真的是在句委使用了很多次诺 所以就有很多跟风的网友们留言 如果不是就不会这么频繁的在句委上加上 我刚刚说的这些都是釜山方言 对,句委用诺或者是哪是釜山以及共产党的方言 Winter是梁山人 梁山人说梁山方言有错吗 唉,这朋友也黏上了很严重的精神兵黑粉 在青山道出生长大的人 用青山道方言有错吗 一看就是跟粉丝们很亲近的在说话 这为什么是正音呢 Winter确实是火了 什么都被监视 不知道,在认识的哥哥里 Winter的方言太可爱 所以再看第二遍 所以说这个年代要当黑粉 也要有脑袋才可爱 有脑袋的话怎么会做黑粉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满期出狱的男男一等 因涉嫌集体X案 被判两年六个月有期突刑的薛正文 今天兴满出狱了 去年9月24号 大法院判了薛正文两年六个月的有期突刑 而因为他是在2019年5月9号就被羁押 所以在今天11月8号兴满出狱了 之后他将会接受80小时的新暴力治疗 未来三年禁止在儿童青少年机关就业 而以同样的嫌疑被判五年的蔣之娘 是在2019年3月21号 吉亚将会在2025年11月1号出狱 哇 已经两年了 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这时间也太快了 集体那个了才两年 这跟去当兵有什么两样呢 我看错以为是满期退伍 原来是刑满出狱 让我慌张了 已经18 应该会有电子脚扣吧 下一个消息是 11月5号在首尔高等法院召开了 巧妮养父母的第三次公判 当天检方和之前一样 对养母提出了死刑 对养父则是求行了 七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对此养父的律师在法庭表示 这事件一开始就不是以冷静的证据 理性的判断开始的审判 被带动风向无法明确判断是非 检方只是在养母的罪行 添加了养父的嫌疑而已 你不能卡住你啊 养母在最后陈述中表示 对于结束艰难人生的女儿非常愧疚 我做出的事情是难以说出的 恶心又荒唐的事情 我明确的明白了 我虚弈的方式是超过了虐待 养父在最后陈述中表示 身为父亲没尽到照顾女儿的责任 虽然知道无法挽回 无法受到原谅 但是会以赎罪的心活下去的 检方只是在养母的罪行 添加了养父的嫌疑 这律师简直是出卖了人性 反省的话就不可以伤诉啊 一点良心都没有 根本就是为了解情在演戏 一定要死刑 什么人不人权 一定要死刑 为了不让巧音冤枉 希望能判重刑 巧音养父母的宣判日期 决定在11月26号找我看 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巧音消息的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